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肉饼加空心菜 肉饼没有梅菜之类的配菜 味道会比较寡淡 失败 空心菜来菜叶都没有 像猪食一样 失败 两个看起来都不太好吃的菜 药翔最后选了青菜 而肉饼动都没去动 也许他是怕这肉不干净 也许只是单纯喜欢素食也说不定 药翔的大舅子少雄 是存无了个宝儿 几十岁的人了 也只是混过温饱而已 每天就是和街坊邻居吹水赌博 像什么后美国总统有几分交情 和赌神志生死结拜兄弟等等 吹起来连自己都信了 有时候再可 看到一些家长打骂小孩 要想会莫名的火大和发神经 直接将他们哄下去了 他是看不过那些人 有孩子都不知足 而自己想要都还要不到 华姐时不时的又拿着菜刀发神经 一刀搞完那些捣蛋小鬼的篮球 看起来像是要杀杀人的样子 龙伯下来躲进房里 不敢再吭声 少雄及时来到 将老妹带回了家里 两人从小就相依为美 是少雄一手带他的华姐 所以华姐对少雄这个老哥 也是十分的听话 只是少雄没什么本事 华姐从小就跟着他吃各种苦 后来嫁给药香 也只是解决了基本的温饱 既然老公不喜欢吃真肉饼 华姐只好换换新鲜花样 搞个老火亮汤什么了 不一下 剁骨头的声音太大 又吵醒了隔壁的龙婆 这一次龙婆直接叫来警察 投诉华姐扰美 刚好药香又回到家里 道歉一番之后 照就洗洗手来 众度洁癖都没他这么夸张 龙婆一时半怀的 火气还没消 一直在外面叽叽歪歪 说一些很难听的话 药香没有多理 只是一直不停的洗手 报纸新闻时不时的报道 变态杀手杀人的事情 华姐好像知道了什么事情一样 龙婆平时期望闲言闲语 像个长手妇一样 到处把过街坊邻居的事情 这天又像其他师奶 爆出药小桥两口的猛料 当年即将生产的华姐意外流产 失去了小宝贝 之后就被整段违再也无法省育 慢慢的心情和精神 就变得不太好 经常在半夜的时候 拿着菜刀搞这个呢 还将药香留下了各种 婴儿用品丢掉 当年华姐之所以会流产 是因为在楼梯口那里 踩到了一根香蕉皮 而那根香蕉皮 真是药香随手乱扔的 龙婆不但喜欢讲人是非 还在楼下摆台 玩起了打小人 打得这个人真是华姐 这一幕刚好被回家的药香看到 气得那是重鞋一样 一丑一丑的 刚想进屋 瞬间想起老婆流产时候的样子 再想到龙婆大笑人的行为 直接按住她的头 好像比玩起了对对碰的游戏 一时玩得不过瘾 又抄起一块砖头 抱头路过了大舅子 这一切都为凡的华姐看在眼里 一个是自己的老公 一个是疼爱自己的老哥 现在老哥没了 华姐没得选 最后轻手了结了自己 全篇结束 看完后 我只想说 关于药香是不是变态杀手 家里吃的是什么肉等等 影片结尾也没有直接明说出来 但从一些细节的地方可以看出 答案已经很明显 那些肉是要想从外面带回来的 并非不懂的肉